妈妈属性是在二次约世界里算是蛮常见的元素 但你是否有看过只有11岁的小妹妹竟然会出币无数玩家的妈妈 这次还是高人气的角色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觉得可可罗妈妈真棒啊 的YouTuber姑妈さん 欢迎大家收看公主连接老婆吴雨露第二期 戏第一期我们聊了街头霸王凯留后的 今天这一期啊我们聊聊各位奇事剧的妈妈 可可罗 我相信凡是有玩过公主连接李太的玩家 肯定知道可可罗是一位相当有人气的角色 虽然说现在貌似比较有人气的角色是好朋友色 但是可可罗的人气以及魅力还是依然不减 只要有关于可可罗的新卡车的消息 你会看见很多骑士星在各大网站的评论说 妈妈真香啊我出爆啊之类的评论 嗯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啦 据我所知可可罗应该是第一位拥有五个皮肤的角色 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可可罗搞不好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有五个皮肤的角色啊 可见可可罗的人气到底有多强啊 可能只有看过动物版的观众会觉得很奇怪 诶为什么可可罗会如此有人气啊 是啊其实以前我也有想过 为什么可可罗会如此出名啊 老实说在公主连接李泰这部作品里呢 比可可罗性格鲜明又比较有特点的角色不少 不说别公会的角色啊 但他哪同个公会的凯留他这边可和他相比 其实可可罗的性格特点并不是很突出的那种 我不是说可可罗没有特点啊大家不要误会 这位角色是有个性有特点的 只是不够其他角色来的强烈而已 但是性格没什么强烈的可可罗得到许多玩家们的喜爱和信赖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股 诶可可罗好像比起凯留他这边格格有人气的感觉啊 诶等一下我刚刚好像一直没有提到雪飞啊 嗯 啊算了下次才提起他吧 之后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去想的 为什么可可罗会如此有人气 其实他人气很高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为什么我会跟我说呢 关于这一点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可可罗的背景后呢 才提起这位角色会有很高人气的原因吧 根据可可罗自己的说法 他是出世在非常乡下的新梨村庄 以其说是乡下啊 我觉得更像是与世隔绝还差不多啊 因为可可罗刚来到本周的主要城市 兰特索尔的时候呢是一脸惊讶的 根据他的个人故事有提起到 他是完全不知道外面的生活习俗以及环境的 加上他的村庄是位于山上又偏远的地方 所以在他出发找优素之前呢 可可罗应该是没有出去外面过的 也就是没有看过外面世界的意思啦 虽然这么听起来 可可罗好像有点像下人的感觉啊 但当你有去观察可可罗的原因举止的话 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像下人啊 他可以很快融入以及示意城市的生活 虽然然他所有物价拼高的状况 偶尔会使他有点不适应 尤其是在经济上 但很快的他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并且把骑士机照顾的脱脱荡荡的 而且也知道外面生活的一些基本理由 已经对别人的尊称 所以我猜想在他小时候呢 父亲就应该有给他良好的教育啦 对啦 顺别提可可罗的爸爸也是七广之一 但后来因为高龄对这款游戏不感兴趣的关系 所以在还没发生登陆 阿斯特里亚的玩家全体昏碎事件之前呢 现实世界的可可罗就有代替父亲登陆游戏啦 也就是说可可罗他算是七卦的代理人 但是他原本像其他七卦有超越游戏权限的能力 我就不太清楚啦 目前离开第二部的故事也还没提起到这一点 由于这个已经算是另外一个话题啦 这要聊起来的话 恐怕会偏离今天的主题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 我们专注聊可可罗就好 介绍完可可罗大自杀的背景后 接下来我们就回归主题 为什么可可罗会有这么高的人均 我觉得与他妈妈属性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可可罗的孩子非常多 分别是优素、雪飞以及一大区的骑士君 也就是我们玩家自己啦 可能大家会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把优素和骑士君分开来聊 关于这点我稍后才说 请大家耐心看下去 在主线的剧情里 我们都知道可可罗是一位爱梅斯指示的关系 所以他才会去找优素做他的引导人 而引导人这个身份呢 算是可可罗蛮重要的地位 因为很多玩李泰的玩家呢 并没有玩过前作的网页游戏 很多知道公主连接这个IP的玩家 是从李泰才开始认识的 其实这也很正常啦 因为网页把财云一年多就关掉啦 从某种方面来说呢 李泰算是把这系列给救过啦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故事计辞了前作的内容 所以如何让没玩过前作的玩家 接触此作就成为了非常大的难题 而这时可可罗作为引导玩家的角色 就起了很好的作用 首先他是李泰才登场的角色 也是新一代的玉山家之一 而且玩家定位相遇的女主角就是可可罗 这也让玩家可以很容易融入在游戏里 加上可可罗外表美丽 性格又非常妈妈的关系 使得出去很多玩家 在不熟其他女角色的情况下 对可可罗的印象会有很莫名的亲切感 况且就如我一直刚刚所说的 他的性格非常的妈妈又婆 教你如何战斗又关系什么都不懂 又失去记忆的骑士居民 尤其是当你把名字从优书 打成自己的名字 让可可罗照顾你的时候 那时候感觉只有一个是形容 爽 要我一辈子失去记忆给他照顾 我都无所谓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玩家会如此喜欢可可罗的原因 当然他被高人气的原因 在主线故事剧情 以及个人剧情也是功不可没啦 没有像凯琉和他吃贝肯有这么多烂人印象深刻的剧情 以及讲述自己的背景的故事 他比较像是跟随着优书的监护人以及捕人 而战斗方面也是挺微妙的 除了第二部开始比较多于 反派官会愤怒军团交手以外呢 在第一部很多时候他是担任优书的守卫 以及辅助 其实这也很正常啦 你本来就是辅助型角色啦 但有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没有能力去把握优书 其实在他的个人故事里呢 也有这一方面的描写 有一幕剧情是假如 可可罗一直得到优书的帮助 结果他就开始自我怀疑 觉得自己照顾不了优书啦 而从第一部与霸头最终绝战 看见同伴一位一位遍体凌莎的对抗 以及后来优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呢 可可罗开始一直自责 自己很磨难 自己觉得很弱小 无法把握优书 但后来为了把握优书一些人 他终于不再为自己的力量感到迷茫 变成Turn A干蛋 啊不是我是说公主形态啦 除了他被为自己的力量感到迷茫以外呢 其实可可罗也是因为怕孤独的小妹妹 虽然说我们平时看见可可罗好像会照顾优书和雪飞 就如同他们的母亲一样 但有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小孩子撒娇的时候 比如他很喜欢和优书睡在同一张床上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以前当他爸爸工作回家后呢 他会在可可罗旁边哄他睡觉 他很喜欢这种被父亲陪伴的感觉 所以在其他人的眼里 可可罗是优书的母亲 他自己也有成了这一点 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向优书撒娇 搭乘自己的哥哥或者父亲这样看待 这也使得可可罗这位角色的性格描写更加立体化了 好说完了可可罗的故事里的表现后呢 接着我们稍微聊一下现实世界的可可罗 找可罗 为了不要让各位观众们混乱 所以在这里我们依然存无可可罗吧 如果说主现世界的可可罗是妈妈属性的角色 那现实世界的可可罗就是一位非常孤独的奇怪小学生 对了顺便一提 如果按照现实世界的说法 可可罗也就只才11岁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乱对可可罗有着什么非分之想啊 会被API专门的好吗 至于为什么我会说他很奇怪的原因是呢 他和优书初次见面 连认识都没有认识 就直接叫别的主人啦 虽然中国听起来优书貌似好像很爽事的 但如果在现实中真的有一位陌生的小妹妹 突然叫你主人的话 我敢保证啊 一定会被吓得要死啊 因为搞不好警察叔叔就在你旁边而已 就如我之前所说的 他的父亲是七冠 也是阿斯特雷亚这款游戏的开发人员之一 同时也是某大型动物园的高层 所以可可罗一直生活在动物园里的研修室里 这一点和主线故事可可罗的生活环境 有我呼呼相依的意识 对了 顺便一提 可可罗其实是外国人 日本只是他占据的地方而已 但有可能是外国人的关系 还是他的性格问题 其实在学校里呢 他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这也使得现实中的可可罗 给人的感觉会比较充满无独感 但是可可罗也并非完全没有朋友 除了优素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以外 他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名叫米奈瓦 他是管理阿斯特雷亚传奇这个世界的AI 而可可罗时差都会与米奈瓦对话 就是为了让米奈瓦学习对话 可以说在某种方面来看呢 可可罗和米奈瓦算是有种母女的感觉 至于米奈瓦这位角色在这里我们就不提啦 因为他的故事太多啦 而且还牵扯到前作的剧情啦 所以未来有机会 我会另开几期节目带大家了解一下 前作到底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吧 总的来说 可可罗是一位有妈妈属性 认真并很努力辅助奇事君的小妹妹 虽然她会自我怀疑 质疑自己没有能力把握优素以及其他的同伴 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弱小 但为了守护与美食丁 她一席了一起吃饭的好朋友 以及未来她不会放弃 必守护同伴到底 这就是各位奇事君的妈妈 可可罗的信念 好以上就是我对可可罗的感想啦 下一期的公主连结老婆魏露 我们要聊的是最会吃 也是李泰的地步的女主角 贪吃贝可 请大家好期待吧 至于大家希望我未来会聊公主连结哪一位角色 不妨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哦 好不妨我看最后就想要为她做一期节目呢 OK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一单支持我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